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佩真 欢迎收看生活快意通 有没有觉得很热 现在每天一打开电视 或者是看你的手机 外面的气温都是一定飙高 到35度C以上 所以动不动 每年7月我们卫福部的统计 都会有600个人 因为中暑要送医院 那中暑的时候 其实一定身体会很头晕虚脱 很不舒服的状况 到底用什么方式 我们可以预防中暑 或者是遇到中暑的时候 我们该怎么样来自救 我今天特别请了两位专家来到现场 首先这一位是康华中医诊所的院长 一起来欢迎中医师张家培医师 哈啰 大家好 另外一位是家传三代的民俗疗法专家 一起来欢迎徐永昌老师 大家好 主持人好 你们有觉得天气越来越热 而且你还有一种小麦肤色 你还在晒哈 没有没有 我只要送小孩子 接送小孩子就可以这样子 对啊 接送小孩子还是那种 早上七八点到下午那种 傍晚五六点的时间 这种热就已经很可怕了 对 而且其实应该是送晚的过程最热 大概七八点后呢 八点钟回程的时候 哇 我的妈 对 所以我觉得大家这个是没办法 我们总是要出门嘛 总不能就是因为外面太热 就躲在室内都不出去 这也不行 所以是不是我如果觉得说 哇 我今天好闷哦 然后有点不舒服 头晕晕的 没胃口 我就是中暑 我就是丢刷了 其实中暑呢 它会就是有很多症状会kombine在一起 那甚至呢 有的人他其实不是中暑 那他头晕呢 可能他也许是个很严重的疾病 所以这个都不能忽略啦 很多人就讲说我头晕 然后呢 我吃不下 我肚子觉得很胀 那可是你需要记得 有可能是很严重的疾病 那有可能只是轻微的中暑 那有可能只是感冒这样子 那当然呢 我们就是说先讲中暑 那因为夏天的关系 暑气跟湿气 两个胶着在一起 就在我们身体里面 如果以程度来讲的话 它就可以分比如说所谓 先兆中暑啊 轻度中暑啊 跟重度中暑 可是呢 如果从原因来分别的话 它就可以分为阴暑和阳暑 什么叫阴暑呢 阴暑很简单 就是我都没有出去 可是呢 我怎么还中暑 很多人就讲说 我都没出去了 我都在吹冷气 我怎么会中暑呢 那有的人就是像我们所谓的 藏在外面必须要外地奔跑的人 那就比较容易所谓的中暑 那中暑呢 最简单就是我们所谓的气是虚的 然后身体是热的 那身体热呢 有一种原因可能是因为我们的水分补充不够 那所以就是说有些人他可能是在冷气房 可是呢他也没有补充大量的水分 那冷气呢 我们消散的湿气水分也非常多 那这样也可能会产生所谓的阴暑 那阳暑不用讲 就出去外面流大汗这样子 那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第一个就必须要知道 所谓会中暑就是水分不够 水分不够的话那就是要补充水分 补充水分最好的方法就是一口一口慢慢地喝这样子 然后让身体的水分水含量充足这样子 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说 那你当然知道说 这个呢是用来预防的 如果你已经真的中暑的话 那如果也确定是中暑的话 那可能就真的是需要治疗的方式 所以不是说你不出门 你就不会中暑就对了 我还第一次听到哇中暑分阴暑跟阳暑 阴暑是属于在家里热道的这一种 但它们的症状都是一样 都是一样 对就是你都会觉得很虚 就一定要气虚就对了 然后水分不够 然后光这个中暑的这个分法 这里的是属于阳暑的部分 阴暑阳暑都一样 可是它是以程度的轻重来分辨 好所以我们先照中暑就会比较轻微的 好那就会头痛 眼花 口干舌燥 然后会心悸 然后你会觉得说你好像发烧 又不是真的烧起来那种 那如果说再严重一点点的话 就是真的发烧 可是呢又跟所谓的感冒的发烧 又不太一样这样子 对 好所以轻度中暑就是 体温已经到了这个38度C以上 好 脸色是比较 潮红 可是身体的摸起来是灵灵这样子 身体冷冷 对 就湿冷 湿冷 可是体温却又高这样子 对啊 好 这个就是中度的 也是都是经过一些休息 就可以恢复正常 再来是重度的中暑 就是热衰竭了 对 就是之前那个 我们有很严重的 像洪先生洪中秋事件 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一定要小心啊 我觉得很多东西 它可能只是一个轻微的症状 可是如果它跟一些比较重的 因为它比如都会有头昏眼花 然后会呕吐啊 它跟一些重病 可能会被焦灼在一起 对 我之前 就引发一些并发症 对 那我之前有一个病人 他其实是因为心脏衰竭这样子 可是他的同学以为他中暑 就一直给他泼水 结果后来变成植物人 好可怜这样子 所以要记得 你一定身体不舒服 赶快举手 跟老师讲 我要去医院这样子 对 所以这个热衰竭 其实很严重的 真的会致命 然后除了恶心呕吐 瞳孔扩大 有时候也会肢体痙攣 已经到昏迷的这种 的意识上市的状态 反正就是一定要看医生 我觉得其实你先照性 觉得不舒服的话 就去看一下医生 真的 因为一般人会觉得 中衰竭 有点热到 可能休息一下就好 但是这个真的是有严重的 这个轻重之分 那我们这个徐老师 对 家传三代都是做这个民俗疗法 可是其实这样家里还是曾经 你有个亲戚之前中蜀很严重 等一下我可以先讲一下 这个中蜀的原理 因为我平常都会在研究一些 比较科学性的东西 那我先讲那个中蜀的 为什么会不舒服的原理 因为我们人体都有一个红血球 所以我们血液是红色的 可是可能大部分人都不知道红血球的作用是做什么 其实红血球它的作用就是用来 吸带氧气 然后西方生理学来说 一个红血球大概可以带四个氧气 可是它并不是完全百分之百的能够吸带很完成 然后它跟一个东西有很大的关联 就是温度 当我们红血球跟温度的关系 如果温度太高 它细带氧气能力就会下降 所以今天如果我们中暑 不小心中暑了 我们开始血红素 带氧气能力就会下降 我们开始缺氧 然后缺氧的第一个证兆 会反映在我们人体对氧气最敏感的器官 那就是大脑 所以我们开始会觉得中暑了 头会开始 纤照会在头部 所以就会有前面的一些症状 比如说头会昏 精神不济 容易健忘 然后越睡越累 然后或是睡得很浅眠 睡着了 可是还是听到有人在走路这样子 然后眼睛缺氧也会有 眼花看东西较朦朦这样子 他说耳鸣 头昏口渴这都会 而且他会沿着头部一直往下走 因为他是走中枢神经的缺氧 然后到了中交的时候 就开始会出现有比如说心悸 因为心脏也缺氧 他跳动会变得比较不顺 你就会突然知觉到他的跳动 那就是心悸的一种现象 然后还有肺部 当那个胸部的那个温度比较高的时候 你里面压力会上升 他那个肺液扩张 他会变得比较困难 所以你会开始觉得 呼吸开始困难 这时候你还不清楚 他到底怎么回事 他会往下走 到中交 你开始肚子 肠胃功能会停摆 他开始会脏气 然后很好玩 那个胀气他会 他那个压力会往上推 你开始会头痛 所以中暑的头痛是比较中期的 然后之后你还是不清楚 他到底为什么 他就最后到最下胶大肠 他那个吸收水分的功能会下降 你会开始拉肚子 开始狂拉这样子 然后如果电解质如果流失太多的话 你就会开始产生抽筋抽搐的一些现象 所以就是严重的程度 其实是全身都会影响就对了 对 他会一直往下走 那所以呢 在你们家里就是 如果是这种比较可以 应该是说自己掌控的这个中暑 你们会怎么医治 一般是会用刮痧的方式 对 然后因为刮痧 他这个疗法 他能够刺激你皮层的一些循环 然后他能够让一些你的血管虫 你皮下血管虫 他会冲血 然后接近体表来散热 那以西方生理学的记载 一般你的血管虫如果冲血的话散热 他的散热速度会提高正常的八倍 所以他散热效果其实是非常好的 了解 所以呢这个中暑真的这个 我们都会把它当作好像 哎呀刮痧一下子就好 休息一下就好 事实上它的确是有分很多的种类 然后很多人就傻傻分不清楚 就是哎我反正我就是一个小感冒 事实上感冒跟中暑 还是有它的这个分别 所以我们来教大家怎么分 因为有可能是而且是这个感冒 对 好所以来看一下如果是中暑的话 跟感冒有什么不一样的症状 那其实我们来讲说感冒的话 如果啦如果就是说我没有一些症状治疗 所谓症状治疗就是没有吃一些药物啊 或什么的话 它应该在七天之内会好这样子 可是中暑就是这样子 如果你也没有治疗的话 它七天之内不会好 所以有人它拉了一个月它还没有好这样子 那但是呢重点就是说 其实你现在夏天的时候 不好好把它治疗 那冬天的时候呢 你的血管就会往下沉这样子 那你的热气就会往里面 里面就会放在里面去这样子 那我们常常就讲说 如果说我们夏天中暑不去管它的话 我们秋冬的话 可能就会出现所谓的虐 虐的话就是会忽冷忽热这样子 会更不舒服这样子 所以我常常讲说 你并没有治好 那都要有利息钱的 就像有些人他睡觉不好好睡 那以后就会有利息钱 那真的可以有好的时间 可以睡觉的时候 他就开始睡不着 所以他要还债 这样子 所以就是这样子 如果说我们刚开始中暑的时候 我们可以喝一些比较清凉的东西 比如说椰子汁啊 或是青草茶这些东西 去做缓解 那那个刚开始的感觉就是会觉得身体很热 可是摸起来是冷冷的这样子 湿冷湿冷的 可是就觉得很烦躁这样子 那还有另外一个重点 就是口干舌燥 那他要记得哦 这时候你的体重是不会下降 有些人他口干舌燥 他可能有些人他的那个糖尿病初期 他会口干舌燥 怎么喝都不解渴 一喝一直尿这样子 然后呢体重下降 但是重点是 那有些人他糖尿病 其实一开始的症状 最开始的症状是没有症状 所以还是健康检查最重要这样子 那如果会出现头昏脑胀 那这跟血压也有关系 有些人他血压不稳定 也会头昏脑胀 所以有时候可能 他这样子相同的症状 比较轻微的话是感冒这样 比较重的话 可能是比较严重的问题 所以还是要赶快看医生这样子 那他这个精神不佳呢 他会出现一种 好像要睡觉 可是睡不着 就像我们徐老师讲的 就是说 我觉得好累 我眼睛躺下去 我眼睛闭起来就好像没闭一样 旁边的人在干什么都知道 那还有另外一种情形 就是有一些妈妈这样子 我们都笑说 那个教授要给电视看 他明明都听到 我们在听到他打呼的声音 然后结果他说 我没睡啊 我哪有睡 你在说话我都知道 那这个呢 其实是跟 有时候跟睡眠呼吸障碍有关系 所以你也要知道 那如果出现尿少尿容 就很严重了 那可能会出现 严重的话就是热衰竭 然后肾脏会出问题这样子 好 所以其实你会发现 症状其实是蛮不一样 仔细来看的话 其实是可以分辨得出来 但是你 反正身体 不管怎么样出现任何症状 都是最好去做一个 比较深层的检查 好 我们休息一下再回到现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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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回来 如果从症状上面 你还是会搞不清楚说 这个感冒还是中暑 真的还是很难去分别的话 其实徐老师这边 还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 可以来认定 到底是中暑了还是感冒了 一般我们先来讲 中暑其实跟感冒一样 都会有热发烧的感觉 可是我们怎么从温度来 分别它的区别 那我们要先 我先从讲那个感冒好了 感冒会发烧 它大部分是一些外来的侵入 比如说病毒细菌 它会侵入体内 会分泌一种热源 叫子多糖类毒素 然后它会随着血液循环 跑到你的夏四秋的恒温中枢 因为我们人是属于恒温动物 所以它可是它手就多了 它会过去把你的恒温中枢 从36度叼 到40度 那那时候一叼完蛋了 你原来那个温度36度 你会觉得太冷 所以你会开始误寒 然后接下来它要想办法加热到40度 它会开始发抖 它会开始发抖加热 然后最后它就变成发烧 然后它可以轻易 这种状况可以轻易到39度40度都没问题 可是中暑的发烧不一样 中暑算是一种我们的散热管道受到阻碍 然后体内的温度被锁住 可是那个热源并不是外来的 它是属于体内正常的代谢热 也就是我们内脏行使一些功能 或是吃下食物会产生一些热量 可是这些热量它是正常的 它没有坠的 有罪的是说我们的散热管道被阻塞了 那大概这些中暑的温度 大概可以到最多到38度之内 就是大概37 38 大概就是中暑温度 所以你如果发现说 你的温度没有超过 先不要挤 先刮沙看看 如果有出沙的话 中暑的几率是很高的 这样子 所以就是用这个体温来分别 所以如果是烧到这样38 以内的话 你就是大概可以先刮沙 也是把它判病成为是这个中暑 刮沙是大概几分钟的事情 所以不用急着说送医院 所以如果它刮沙之后 它大概多久会觉得 是体温稍微会降一点呢 你如果刮的有完整的话 大概几分钟之内 它就会觉得有舒服了 精神就会恢复 好 所以如果说刮沙之后 体温往上飙 继续烧 烧到38度半了 那就是感冒 那也有可能是因为中暑太久 体内有些地方发炎 发炎也会产生热源 那也还是要看一下医生 了解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些哪一些族群的人呢 真的是高危险的中暑的族群 老人 长辈就是 对 长辈就是这样子 是因为它散热能力比较差吗 因为其实我们讲说 它的那个活动量和运动量 都已经下降了这样子 所以呢它散热能力就比较差 那有的老人呢不太喜欢喝水 因为他们都怕尿尿这样子 那其实我们刚刚前面讲 气虚生热 如果你要气足呢 有两个方法 第一个就是你的水分要喝得足 运动活动量要够多 那可是老人有的时候 他们运动活动量都很低这样子 所以我都建议老人 赶快去参加那个老人大学这样子 对 真的 参加一些活动 对 那个教育部都有补助 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东西 就连有一些那个被判定 可能有这个危险要失智的人 他去参加老年大学之后 哇 他那个现在都记得很好 对啊 很多那个中年人 他年轻人都输他们这样子 对 那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婴幼儿这样 婴幼儿本身体温就比较高 那体温比较高的关系 其实他们都要吹冷气 像我小孩子年纪也不是很大 我每次跟他们说 我都觉得好冷这样 他们还流汗这样子 对啊 那第三个就是孕妇 孕妇呢 因为我们说 我们新输出量要多 所以呢 常常就是一个人 他要供给两个人的营养分 他要代谢两个人的废物 所以他的体温就会上升 像我那时候怀孕的时候也是这样子 我每天都觉得我好像中暑一样 我都觉得好烦这样子 对啊 因为我本身属于体温比较低的人 那时候又很幸运就怀双胞胎这样子 那我每天都觉得我要中暑 我每天都觉得我脖子好紧这样子 是 那等于你一个人 有三颗心脏在跑耶 当然很累啊 对啊 那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所谓 我们说的心血管疾病啊 然后呢 还有另外一个人就是糖尿病的患者 那糖尿病患者就必须要小心 如果你要刮痧 但是要找有专业啊 或是有经验的人来做 因为糖尿病容易就是皮肤这个 愈合能力会有问题这样子 还有另外一种就是营养不良的 那他呢 可能身体的离子代谢就有问题 那这个就是要小心要注意这样子 好 那有再吃一些药物 有些药物会抑制排汗对不对 对对对 有一些药物也会抑制排汗啊 或者是说其实有一些东西啊 就是会让我们汗排出来的量会比较少 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重点就是 如果你要让你自己的皮肤功能是健全的话 第一个你水分一定要补充的足 那水分不是这样子 像很多那个青少年就是这样子 妈妈说要喝水她就把那个 一罐宝特瓶快要一千全部罐完 她就在妈妈面前表现很乖 就是你看我喝完了 对对对那其实这样子反而是不好 因为我们身体是要处于恒定的状态 那当然对这种小小孩来讲 要养生拜托他们的细胞 是我们十倍二十倍的速度在代谢 他哪有知道养生的重要性 那对啊 所以我们记得 喝水就是这样子一口一口慢慢喝啦这样子 那可是现在发现了 有一些年轻人他们的身体也不见得比我们好 像今天才刚好有一个 一个那个一个留学生 那他说他大学就去去美国念书 那也没有得煮这样子 他就每天就因为美国的蔬菜量很少 所以他每天就吃生菜沙拉 就大碗的生菜沙拉 后来呢就变得筋痛非常严重 然后他痛到吐然后狂吐狂吐 可能10到20分钟就开始哭 就开始吐然后就还要去医院打点滴 那你说这样子的话呢 对身体我觉得生冷的食物 对身体一定是有影响的 所以记得不管你怎么样 你一定要煮过这样 就不要太吃 常吃的很生冷的食物 而且很伤身体 其实还有一个就是跟人无关 就是一个地区型的跟气候有关系 因为我住基隆 所以特别对那个气温特别有敏感 然后因为中暑里面除了阳暑淫暑 还有一个就是湿温 就是说湿气的问题 因为基隆很潮湿 蛮潮湿的 不是说现在基隆已经下雨下很少了 比较好一些了 觉得有进步了 那就是说因为以前它那个 但湿气还是重 还是很重 因为我们大气层的空气比例 大概四分之三是氮气 然后四分之一是氧气 可是你如果当你湿气上来的时候 那个水蒸气量会占据掉空气的比例 所以就算在家里面 就算不热啊 那它还懒得开冷清 想说不热嘛 可是后来又中暑了 大家也不知道为什么 那就是因为它吸进去的氧气的量 其实是不够的 可是它并不知道 就像说我们去有一些地区 它有所谓的三氮脏气 那就是有一些空气 占据掉你的氧气的比例 所以造成一种缺氧 然后它的那个症状 就跟中暑几乎是差不多的 所以当你发现 你们家里面的湿度计 已经超过70% 其实就算不热 还是建议开一下冷气 干燥一下 因为开冷气就会也会把 好好让空气比较干燥一点 对 会比较干燥 但是以基隆来讲 就是常年是很潮湿的状况 是不是就应该一直开着除湿机啊 就是尽量啦 可是我看也没有 因为我们家以前那个窗户 还会长香菇耶 香菇 因为就是很潮湿啊 所以不是就应该 一直开着除湿机吗 就是你要特别注意说 其实湿度已经够 你要出去走一走 或是电风扇让它通 让它回流 对 不要说就闷在那边 你会吸不到氧气 是的 所以中暑还有分这么多种 那当然大家想到中暑 就说哇 第一个反应 赶快去拿汤匙喔 我们要准备来刮沙了 其实刮沙有它的工具 是非常专业的 那我们先来讲说 为什么刮沙可以对于中暑的 这个环节这么有效 好 好 促进血管运动 畅通血路 所以它有一个这个 可以让活化你的这个 汇楼的这一个路线 对 它就是刺 它的目的就是要刺击你皮下 已经下沉的一些血管 左边那个是 那个是正常低温的 那个温度低的时候 你看那些红色的血 它会保留在那个黄色的脂肪层 对 脂肪是一个很好的绝缘物体 然后你如果天气冷 它就会把那些血收到那个脂肪层里面保温 那你如果要散热的时候 它会往上 你看会一直红到那个皮层 开始散热 是 那我们夏天有时候就是说 摊凉 就喝那个饮料 很冰的 它瞬间一喝下去 它那个神经传导很快 它会觉得哇糟糕了 体温太低 它会开始做一个动作 就是把血管收回来 然后把那个血液都收到那个脂肪层 所以就开始累积热量 哇 中暑 就会开始这样 所以我们的作用可以说 我们可以用刮砂板 当然也有药物 所以我们今天其实就是 待会就要回来 要教大家如何用正确的 这个刮砂的方式 让你在这个轻微中暑的时候 可以得到缓解 休息一下再回来 欢迎回来 既然呢 要学这个刮砂 我们就要真的学到位 我不要每次听到有人讲说 刮砂刮到破皮 砂也没出来 对 一定要有技术 自己随便乱刮的 好 那我们就请徐老师 来帮我们示范一下 那我们现场有一位新手爸爸 最近也有晒了太阳 很累 晚上睡不好 睡眠不足 然后呢 工作疲劳 所以呢 好像有这种中暑中的嫌疑 所以老师 你可以帮他看一下吗 OK 好 那基本上我们因为一般可能有中暑人 他肌肉会比较紧 那我们为了避免他刮会比较疼痛 我们先帮他稍微按摩一下 看起来好像很痛耶 很痛吗 应该很舒服 可是老师看起来没有出很大的力气 可能他是真的肩颈很僵硬 对 算蛮僵硬的 因为他现在小孩子也才两个月 所以他每天等于都在熬夜带小孩 算是个好爸爸来着 对 太太是在 太太在睡觉啊 身小已经很累了好不好 对 对啊 晚上顾一下有什么好抱怨的 那我要回去检讨一下 所以我们每次刮沙之前要稍微先按摩是不是 对 松一下筋是不是 它刮材比较不会那么的不舒服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用 你这边格西很多 我们等一下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好 所以要用什么 有需要一些媒介吗 因为我看很多人就直接就刮了耶 媒介当时 对 媒介当时 婴儿油是我觉得是最方便 嗯 又可以刮沙 又可以润敷 那如果没有婴儿油 可以用橄榄油吗 沙拉油啊 也可以 95千不要了 好 这还是要有一点油就对了 对 要不要用水或是酒精 因为那个很容易挥发 所以会比较涩 所以怕刮了会不舒服 嗯 好 所以抹一点油之后 最重要的刮沙板要怎么选啊 刮沙板我们就是尽量选它的那个 有点锐度的 嗯嗯 可是又不要太那个还有一点滑 它要够滑 嗯 什么材质有影响吗 一般像说像这是一般压克力 你只要符合这个条件就是比较锐角 然后滑的就可以 好 不管是羊角牛角什么角都可以 OK 我妈都用那个铁汤匙 铁汤匙可以吗 铁汤匙 它是不是对我真的有很大的怨恨 哈哈哈哈 刚才的确是有比较大的怨恨 好 我现在开始刮喔 因为家里最容易拿到的就是铁汤匙啊 那铁汤匙不好是不是 它已经出纱了 哈 它已经出纱了 等一下 你刚刚不是轻轻刮两下吗 我刮五下 几下它就出纱了啊 所以你那个刮的技巧可以告诉我们吗 怎么刮 刮技巧是找一个比较累的人 可能要找两个月的铁汤匙吧 就是第一先我们 因为要刮那个刺激血管虫 对 所以我们要先把那个刮板往下压 压到那个深度的时候再慢慢的滑 等速喔 你不要突然加速度 它那个皮肤会容易受伤 是 所以一往下压 然后等速的刮 OK 这样痛的感觉会很低 然后那个效果很容易就出现 那我问一下 那我好像你刚刚轻轻刮五下 纱就已经出来了 所以它很明显就是有中暑 对 它非常有缺氧 那如果说我刮了五六下都没有出纱呢 五六下都没有出纱就刮到七八下 所以就刮到出纱 如果它真的是 不是中暑 对 可能它只是一种感冒 或是其他症状 一般会熬夜的出纱率很高 它这个最近会没精神 然后忘东忘西啦 小孩不要忘就好了 两岁还不会忘 都放在家里 两个月 两岁就会忘了 一点点 一点点痛的感觉是正常的 其实我几乎就没出什么力量 我几乎没有出什么力量 所以你说刮纱要多用力 其实不用 它如果真的是有纱的话 轻轻刮就OK 所以我不需要什么技巧 技巧就是我刚刚说那个 第一往下压 就是往下压之后 往下压到那个定点 那个血管虫 然后开始等速滑行 这样就可以出纱 一定要对称吗 徐老师 要要对称 你说这边吗 这边其实也要刮 所以就是两边都要对不对 没关系你可以再转过来 既然都来了 都已经刮了 就帮它好好处理一下 往这边容易酸 所以它两边有不一样吗 都会红 应该都还蛮红的 所以好 那如果我们刮纱完之后 当然出纱了 然后就可以 差不多到什么时候 我就知道说 这样我也是已经刮完了 其实一般要刮纱 当然面积越大会越好 因为它散热的面积会足够 散热就会够快 对 那如果像说都已经出纱完毕 就OK了就可以了 就喝一点盐巴水就可以 淡盐水 真的耶 轻轻刮起一下就已经红了 我几乎是在问 可是它就出纱了 好那它这样回去有特别 就是除了多补充水分还有盐分 是不是 还有要继续带小孩 继续带小孩 那它还有 它自己这个有刮纱的这些 这个部位 它有要怎么样照顾 或者是避免什么吗 其实还好 因为它没有破洞 所以都照一线正常就可以 所以洗热水找什么也没关系 都没关系 因为感觉好像会很烫 对啊 给它抢了 好恐怖 但是不要再吃冰 我怕吃到冰的东西 它血管会内缩 所以反而刮完沙这个时候 不要吃冰冷的食物 对不要吃冰冷的食物会比较好 因为我们刚刚看到那个图 就上面有说 就是 你就是要让那个热气 从血管上面上来 对不对 所以如果你再吃冰的话 你等于是会让你的这个 血管又收缩 对 热气就又出不来了 好它现在刮完沙了 它之后可能会好 就散热好一点 有它现在皮肤摸就是很烫 很烫的状态 因为它现在正在散热 对 那它要这个是多久要再做一次 要再刮一次 如果它症状消失了 其实就不用了 嗯 好所以大家掌握到那个诀窍 绝对不是这样乱刮 就是一个一个 对不要急 不要太表层 你就是往下压 慢慢划动 对它也不会说太痛 嗯 它刚表情是还蛮痛苦的 但现在好像好多了 OK好 祝你这个一切顺利 哈哈 顺利在怀第二胎 哈哈 好谢谢谢谢 好所以呢 其实这个刮痧呢 是有分很多的技巧 而且从出痧的状况呢 你也可以知道你是属于 哪一种程度的中暑 是 一般像说 现在讲过 红血球会跟氧气结合 那初期的话 如果结合度高的话 带氧的红血球 它的颜色会比较鲜艳 嗯 然后如果你慢慢的 变成还原的 它氧气已经释放掉了 它颜色会越来越暗沉 嗯 然后就会从我们刮的时候 就可以看出它的颜色 像这个就是 中暑的初期 嗯 很多人这个时候 它还感觉不出不舒服 嗯 它只觉得有点怪怪的 嗯 什么头晕啊 肩膀痠痛啊 呼吸困难啊之类的 这已经很红了耶 嗯 这个算 中期的 中期的 哦 这个后期 这个一般的人 人家说比较慢配那一种 嗯 就是它对自己的感觉比较不关心 嗯 像 所以它是 大概是那个 这个记得这个 好像在做厨师吧 嗯 对 厨师好热 那环境非常的热 环境不好 对不对 工作的环境本身条件会比较差一点 对 都是在很热的环境下工作 所以你看它颜色已经接近一块紫色 对 对 而且感觉它的那个肉很硬耶 就是它的那个皮很厚 真的很厚 像这种都要趴着刮 嗯 趴着刮 趴着会比较放松 我才会刮得下去 哦 对 所以这样你知道 你需要出道很大力吗 嗯 我会叫助理刮 哈哈哈哈 所以你都一个人无法处理 对 没有 我会刺激刮 然后下一张 好 所以后期这真的很严重的部分 对 好 那我们现场也有看到 你带来一些工具 所以刚刚我们一般看到的 就是像这一种 牛角这种刮痧版 对 然后你刚刚用的是这个 很像肥皂快要用完了 对 很像 包包的 然后这另外三个 我真的就没有看过了 它这个一般 有什么用途 就是握的方法而已 这样比较轻松 你如果要刮 你这个就是那个汤匙啊 就差不多 只要刮到高光的时候 就比较好刮 哦 对 好 所以它只是面积不一样 其实功能都是一样的 对 就是那个部位 部位不一样而已 嗯 对 所以只要 够滑 不要说像用那个石块 那个边太粗了 你说有人用那个铜板 有时候真的没办法 就拿了铜板就开始刮 对 有人就问我说 那我为什么拿石块刮 没用 我说你要拿一千块的刮 我也想 薛老师越来越幽默了 对 然后就是 刚才还有一张没有看到 那个是重点 嗯 这个如果 哎呦 有黑点 这是人皮吗 它已经到有淤点的程度 嗯 这个是已经 已经到终于所谓的腐蜀 就是它可能已经过了一个季节 它夏天可能已经热到它 不知道怎么办 可是 今天秋天 对 秋冬来了 它觉得又还好 就撑过去 然后又来一个时候 哇就是这种 哇 所以这就是中暑过久 或者是过季的中暑 中暑没看好 然后结果一直拖 到最后就变这样 那像这样 它会对它自己的身体 造成什么的影响 它会觉得 它会觉得很多事情 就会很麻木 它觉得一些东西 它也讲不出来 已经习惯 可是它就会 东西放哪里也不知道啦 然后肩脐也常常 不知道为什么就酸痛啊 肠胃各方面 奇奇怪怪的 然后吃药也吃不好 好像是各位先生一样 我们骂久了以后都很麻木 所以可能要先抓去刮痧看一下 这也真的耶 对啊 这皮厚 耳朵越来越硬 一模一样的意思就对了 可能先刮痧好了 那记得拿五块的刮 狠一点的 很领奖 原来从刮痧 也可以看出家里 现在有什么样的状况 好 那最重要的是 这个夏日炎炎 我们要怎么样的预防中暑 这才是重点 不要再说中暑 让它在那边补救 好 我们休息一下 回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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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回来这一阶段呢 我们就好好来学习一下 怎么样预防中暑 就是要从哪里开始做 不要晒太阳 不要晒太阳是会有阴暑这样子 其实我们就记得 所有的养生就是吃当季的食物这样子 那现在呢当季的食物 其实夏天最好是吃瓜类 可是这个瓜是蔬菜的瓜 不是水果的瓜 水果的瓜可以质标 但是呢如果要质本的话 还是吃蔬菜的瓜 蔬菜的瓜就比如说像苦瓜 那个就是这个普阿这样子 然后丝瓜这样子 那还有另外西瓜 我们所谓的就是天生白虎汤 白虎汤就是降温的东西这样子 所以其实西瓜也是很好的一个东西 西瓜还有一个就是 那个西瓜那个白的部分 其实那个不是 我们不是说是为了环保 然后不要丢东西 其实那个白的部分 其实是最好降温的东西 真的 对那那个白的部分 我们其实吃的方法 料理的方法很简单 我们可以把它当成像小黄瓜一样 然后你可以用糖醋的方式 其实也蛮好吃的 你是说西瓜吃到白白的地方 白白的对对对对 我们就是可以把红的吃完 然后把白的把它切下来 把它当成像小黄瓜的料理一样吃 很好吃这样子 不难吃 对要不然像我是很轻轻的那种 西瓜就是吃到白的地方 还在吃还在啃 其实那也很容易降温 对对对 所以夏天就是多吃瓜类 对瓜类 可以降温 降温消暑这样子 那这个不会有人说吃太多瓜 会觉得身体太凉吗 因为其实我们说夏天呢 大概是走到中医所谓的心筋 心脏的心这样子 那心筋最大的出现就是会口干舌燥 会舌头破 然后口腔会觉得一直觉得很口渴 可是喝水也不见得解渴这样子 那在中医的理论 所谓的肠道跟皮肤 都是叫做外面这样子 那里面是这个夹在一起的东西 叫里面 所以我们刚刚前面就有在讲 说脂肪是最好的绝缘体 所以如果你常常喝冰冷的东西 你绝对会胖 为什么 因为那个太冷了 所以它为了要绝缘 所以呢它不只是体脂肪上升 内脏脂肪都上升 因为它觉得那个真是狂风暴雨 所以它为了要保护自己 它误错方向了这样 它为了要保护自己 它搞了特别多的脂肪出来 所以呢我们说 你如果要减肥的话 记得一定要恒温 什么叫恒温 你吃的东西就是要跟你身体 温度类似这样子 才是好的一个方法 了解 所以大家不要觉得说 哇夏天很热 然后就赶快 穿穿淋冰水 对 一直这样子狂灌冰水 其实很伤身体的 那我们再来看看 其实有一些茶饮室 也可以帮助消暑 预防重暑 其实我们讲前面这三个 就是所谓的人参 五味子和曼门冬 这三个 就是所谓的生曼饮这样子 生曼饮的意思呢 就是让我们的气是足的 我们刚刚有讲说 所谓的那个会中暑 就是气需深热这样子 那人参呢 就是刚好可以让我们的气足 所以他们其实是在 三伏天的时候 就是最热的时候吃 所以我们就讲到说 越热带的东西 其实怎么搞都越热 比如什么咖喱啊 怎么都吃辣椒 像印尼他们吃辣椒 吃得好凶这样子啊 原因就是要让我们的血管 能够呈现一个扩张的症状 扩张的情形呢 就可以把我们的热气 散发出来 那如果一直散发呢 这样也不对 因为呢 汗流太多人会虚掉 所以我们要加一点点 五味子来炼汗这样子 那然后呢 除此之外 所谓的麦门冬呢 就是让我们的上面的气 比较顺一点 就像我们刮沙的原理一样 如果你拿那个米酒头来刮 就会觉得哇 妈呀好痛哦 这样子 要有一点点油 叫做润 所以就是用麦门冬来润 这样子 所以你说这三个 这三个就是一组 就叫做所谓的深麦银 深麦银 就很适合夏天 夏天来喝 那它是热热的喝吗 这个哦 那个冷热这件事情 我是觉得如果用 当然因为我现在 有点年纪了啦 所以我才觉得 温热喝很好 温热好喝 对那可是如果说 你真的没有办法 喝热的东西 那你就跟你室温差不多的 的温度这样子 我觉得会比较好 那另外这个就是所谓的葛根 葛根的呢 就是我们脖子会紧 那它可以通我们所谓的 就是这个阳明晶 还有太阳精这样子 那这个通了以后呢 散热就会比较方便这样子 那另外这个就是霍香 霍香的话就是我们所谓 吃了以后会拉肚子啊 然后会有暑气很重的情形 那这个就是芳香化石这样子 那所以其实很多东西 像比如说一些茶 茶饮类的 比如说像茉莉花 或什么这些的话 它就是有芳香的味道 芳香的味道可以 把我们的湿气带走这样子 所以这些有一些花茶 也是可以这样喝就对了 那我觉得夏天 大家最容易喝到 应该就是绿豆汤啊 对啊 所以绿豆汤就是 好像可以很消暑对不对 我们本来想说 夏天终于喝到 是珍珠暖茶这样子 没有没有 现在这个已经 不会再出现了 那记得我们说 我们如果会觉得不舒服 体温都特别比别人高这样子 有些女生 不是你那喉咙的小手 一摸起来那燙燙这样子 那个其实就是 你血管是在慢性发炎这样子 甚至有一些那个 那个青春 也不要说青春 有些人它长青春痘这样子 那它的痘子呢 就是那种暖条啊 然后呢 好了以后 那个痘子还黑黑的 往里面长那种 那个大概都是 所谓的慢性发炎这样 慢性发炎最大的问题 就是我们糖分摄取过多这样子 我有一个患者 他那个满脸烂痘子这样子 结果突然呢 怎么搞就没有来了 我想说是怎样的 然后呢 三个月后再突然跑出来 我想你怎么皮肤变那么好 他说因为他去当冰 当了冰之后呢 没有饮料这件事情 再也不能喝 再也不能喝饮料 三个月之后呢 又吃药 居然就好了 他都说 我皮肤现在又咪咪这样子 我说那你记得哦 那你现在出来了 不是猛虎初霞了 出来不要再喝了 那他就真的做到 皮肤从此就好了这样子 所以就是不要吃糖的这整件事情 在我们节目也一直讲蛮多次 就是不要让身体 沉吸一种发炎 或是负担的状态 所以绿豆汤要喝是可以的 不要加糖 就是这个意思吗 就是像我们刚刚谈的嘛 就是说绿豆汤可以 不要加糖 但是没有人要喝这样子 但是绿豆是一个 在夏天非常好的东西 它是可以去热 又可以去湿这样子 那我们刚刚讲说 会中暑的原因 就是因为湿热焦灼 所以它可以去热 又可以去湿这样子 但是那个就是忍耐一下 不要加糖 不要加糖 喝酒就习惯了 那我们学老师 这边也要补充了 大家要怎么样 预防中暑 预防中暑 一样就是对冰瓶 当然是比较有意见 其实人类的世界 不知道为什么发明了冷媒 然后从此冰 就在我们的四周围这样子 不然我们人类照理讲 夏天是不应该有冰出现的 对啊 所以很多人就是 夏天不应该有冰出现 对啊 在我们的环境 也不应该有冰这个东西 冬天才有下雪的 是这个意思 只是我们冬天 不会去吃冰嘛 对啊 所以就很多人就说 弄刮完沙出去 很高兴 吃喝冰 喝一喝 然后过两天又回来了 那我只好继续刮它 没办法 所以你就是觉得说 夏天再怎么热 我们就是不要去碰冰冷的食物 对 至少那个落差 就是冰的 至少你真的要喝冰 至少要退到一个程度 凉凉的还可以 你不要说这个落差很大 这样神经会 马上会收缩 所以那你真的很热的时候 怎么办 很热的时候 你最好是喝温水 反而会冒汗 反而会冒汗散热 这个才有真正把你的汗逼出来 然后让你就是出汗才能散热 其实我觉得冰水 这有一个原理 我们如果 如果有煮过开水的人都知道 如果你水正开的时候 你这时候丢冰块进去 那一定报废 一定会炸掉这样子 这时候第一个就是要把水壶打开 那因为你不可能把火关掉 火关掉就大家就再见这样子 那你现在第一个就是把你的水壶打开 水壶打开就是流汗这样子 没有别的方法这样 对所以重点呢 要预防中暑 水分要补充之外 你其实你的身体保持健康 健康自然的让它散热 就对了 好 有任何有关重暑问题的大家 也可以来参考我们的 徐老师的这一本书 好 重暑2HART 让你小病变大病 千万不要这样 所以一定要好好来这个参考一下 今天非常谢谢张医师 还有徐老师的分享 谢谢 谢谢观众朋友的收看 生活快通下一次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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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